到了演唱的环节了 下面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环节 要给大家带来歌曲的这位优秀的歌手 他不是一位歌手 他是一位艺术家 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深 这阵仗弄得还很大 这首歌是属于我自己的宝藏歌单里面的歌 它是一首关于毕业的歌曲 因为我觉得今天特别有一种就是 新手驾到毕业音乐会的感觉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像歌里面唱的一样 就算是大家像樱花一样 推遍所有的那个还叫天涯 但是大家永远都知道 大家那段情意还会是在的 然后希望你们也能够经常 跟你们毕业的那些朋友们经常联系 谢谢大家 这首歌叫真下的樱花 周深确认加盟大运音乐节 这一次周深参与的是毕业季的专场 他将会和其他的明星一起 演唱与毕业季有关的歌曲 用这种方式 为那些即将使向美好未来的学生 送上诚挚的祝福 音乐节官方已经放出了相关的海报 官方后援会还透露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周深会演唱两首歌曲 这一次周深参与的是央视组织的毕业歌会 作为被央视多次夸奖过的存在 周深参与央视举办的活动 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 相信在舞台上 周深绝对会给大家带来一场 精彩绝伦的演出 Sakura Sakura 擦满青春的魔法 擦干眼泪 说声才会不是成长的代价 Sakura Sakura 好说风雨中 又为我最大 期待太雨 花开的期节 已回家 明天的时间 能带我们拥抱它 在我心中 装着你祝福的话 S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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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满青春的魔法 擦干眼泪 说声才会不是成长的代价 Sakura Sakura 放手风雨中 又为我最大 期待太雨 花开的节节 比 S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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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满青春的魔法 擦干眼泪 说声才会不是成长的代价 S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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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风雨中 又为我最大 期待太雨 花开的节节 已回家 Sakura Sakura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在花开的节节里再度回家 周深果然视频实力优秀 他的舞台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 太厉害了 终于等到周深的新综艺 周深又要做导师了 近日舞台2023开始录制了 导师阵容都已经开始公布了 目前官宣的就有周深 陈家画和黄岐山 而周老师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 看着可爱无公汉 一开口掀翻全场的天灵盖 Live之神 是专业技能强 很会教 也很负责的老师 看路透 带着而返会有Live吗 希望周深录节目开心 又可以看到周深当导师了 非常期待周深在节目里的表现 之前有周深参加过创造银四 就有很多的名场面 有感动 有笑到肚子痛 有周深的节目是一定要追的 作为喜欢周深的观众 当然希望他可以在舞台上 多唱一些歌曲 这次他当导师 大家也愿意支持他的选择 周深对音乐有着深刻的理解 相信这一定给予了歌手 最精准的点评 你觉得唱功重要还是 就是嗓音的那个天赋重要 哇 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到了我的死血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 挺不适合当老师的人 就是如果我遇到一个 特别努力 在学唱歌 然后特别勤快 天天在下面练 然后我发现他可能没有 这方面天赋的人 我觉得我可能会是说出一些 比较冷的 当然他如果把这个 当为他的兴趣爱好 我也很支持 但如果他说他有从事这个方面 我觉得我可能就会 比较秀才一点 所以我觉得应该 我们已经侧面的回到了这个问题 假如职业有选择 哦 假如职业有选择 那你刚刚已经说了牙翼 牙翼也排出吗 对啊 我以前还想的是 有可能在读书的时候 在想要没有可能 自己会当个老师 对 但是后面 我觉得还是当歌手 你觉得如果当老师的话 你是哪一种老师 我是那种 说话应该 你是不是跟大家说 你们是我带过这一届 最差的 你是这种 还是说 大家都好棒哦 鼓励大家 我应该是非常非常 冷的老师 对 就是如果在 直把要说的时候 你没有弄好 我可能因为真的态度不太好 因为我觉得 能力问题 你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 但是态度问题 是你可以去控制的 很明显一些可能 比如就拿音乐好了 你去反课 你那首歌你都没有熟悉 是 我们不要说到背词了 因为背词 我之前上课的时候 我们也不可能 一下第二节课就去背词 对 就你如果对那首歌都不熟悉 那可能就是你自己态度问题 态度问题怎么可以呢 朋友们 能力问题 我们可能要加加油 但态度问题 是绝对不可以 是可以完全控制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是会很凶的一个老师 我想看一下 凶的出现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周深说不定 还能给对方提出一些建议 帮助演唱的嘉宾 优化自己的作品 周深能够获得业内 无数制作人的肯定 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他了解 观众内心的想法 他知道什么样的作品 更能够容易 受到观众的青睐 周深身上具备的这份能力 正是很多的歌手 需要学习的东西 周深的情商特别的高 因此他不论参与 什么样的类型综艺 都会给人一种 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参与时光乐会的时候 周深收获了很多前辈的喜爱 在参加跑男的时候 周深和兄弟团的成员 建立了深厚的羁绊 而周深在综艺里当导师的时候 相信他也会有良好的表现 周深对音乐有着自己的坚持 如果歌曲有瑕疵 他不会忽视问题 但是他在表达的时候 也不会单刀直入 他会用一种比较真诚的态度 传递自己的想法 相信选手们会很喜欢 周深这种类型的导师 让我们一起期待 周深的下一个超级舞台 当时《白石元旗》 周深老师已经跟我们合作了一次 《元旗》这个歌曲 这个歌我们刻意是为了周深老师去写的 其实跟这个影片是高度的结合的 周深老师也非常非常倔疑 跟他去录音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吃饭 他就不吃饭 然后不停地录 录完之后我听完 哇好感动 然后我觉得OK了 然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录音室 然后回头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周深老师觉得还是不够满意 他也不吃饭 录音录到晚上一点钟 然后再给我听 他自己又扎了一些自己的创作在里面 你们听到现在很多这种合音 都是周深老师去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欣赏 周深老师他不单只是 帮我们完成了一首歌曲 但是在创作 他是对自己的这个音乐 其实也要值得 我是周深 你听了我为白蛇2 青蛇结起演唱的主题曲《问花》了吗? 嗯?什么?哪一首? 多少回落日 染红了我思念 文化和诗句话依旧无言 却待一人相见 共花繁华飞满天 世界是缘都留恋 中文化和诗句话依旧存在 感谢观看